大家可能都见过马蜂窝,但直径一米多的马蜂窝,您可未必见过吧? 近日在重庆市江津区,人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马蜂窝。 在江津区茨云镇小园村打石舍,记者见到了这个号称最牛的马蜂窝。 在一棵高约二十多米的香樟树上,如锣筐般大小的马蜂窝钉在树梢。 据当地村民介绍,这些马蜂相当凶猛,曾遮伤过数十名村民,当地村民束手无策。 消防官兵到现场实地考察后,由于并行的限制,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处理方法。 最后,有人建议请求驻军部队用火焰喷射器来除去这个马蜂窝。 发现这个马蜂窝是体积比较巨大,解决一次比较困难。 我们迅速与江津区特勤中队协商,这个决定采取用火焰喷射器烧热的办法。 进行中密部署后,三名解放军战士换上防化服,背上火焰喷射器,占领了最佳位置,并进行精确调试。 为防后冠,战士们还补上两枪,瞬间马蜂窝被彻底消除。 因为我们出来有大海嘛,我们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。